此次参与维海造地的石工工程建设公司 首先从广东中山等地购买机制沙 然后通过皮带式运沙船运到施工工地进行吹田工作 由于吹田位置位于珠江入海口位置 有大量鱼籍的泥沙 因此大型的运沙船无法靠近 只能允许一千方以下的运沙船靠岗 所以此次的吹田工程需要三到四条线同时运转 一千方以下船要求两到三个小时吹田完毕 你觉得我们能完成吗